如果常常沒有辦法 把頭腦當中想的中文翻成英文 要怎麼樣跨過這個瓶頸 聽力跟閱讀超強 但是真的需要使用英文的時候 就說不出口 到英國中 我才發現口音跟流利是兩回事 但聽起來真的好像 喔我那是批評那個老師 我們在觀察那些講得很流利 溝通很順暢的人的一些習慣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拿著好了 這件衣服太薄了 我怕它整個 夾上去之後就才暴露 暴露暴露暴露 暴露 滿多YouTuber都會這樣拿著一個麥克風 只是我會看起來像是拿這個小板塊 自從上一支影片教大家英文自學的方式 那支影片播十萬 後來就滿多觀眾私訊問我 跟英文口說練習相關的問題 那所以呢我想說就直接拍成一部影片 然後跟大家好好講一下 就算在生活當中要有使用英文的機會 然後要怎麼樣把英文口說練習 融入你的生活 讓你可以更輕鬆的學習 所以這期就會教大家三個 不同的自學的方式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的影片的話 我是Retty 目前在英國博明涵大學讀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 身為從小在台灣長大讀書的 功率學生 我個人體悟是我覺得台灣的 英文學習環境是非常考試強的 這也導致了很多學生聽力跟閱讀超強 但是真的需要使用英文的時候 就說不出口 其實這也很理所當然 因為就是很考試oriented的環境 會讓我們prioritize 會讓我們成績最大化的元素嘛 就是聽力跟閱讀 以學測來說 學測也不會考口說嘛 其實我自己也是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 自學英文的影片 跟雅思的影片 我稍微交代一下我的教育背景 大家都是讀台灣的公立高中 跟公立國中國小 所以我是沒有任何讀國際學校的經驗 只有短暫的去過加拿大遊學 11歲跟15歲的時候各一次 但都是非常非常短期 只有一個月而已 它比較像是一種 跟飛母語人士的那種交友型的下令營 那也不太像是 是為了學術英文進步而去參加的營隊 所以我會說那其實對於我英文 學習歷程上沒有到很大很大的幫助 但是它對我來說比較像是一種 情侶灌頂的作用嗎 讓我發現說 喔我在英文不夠好 所以我回去要再更精進 所以我的英文比較像是 經過那兩次之後 回台灣 我再自己決定要更往上 然後自己多學習這樣 有提到之前 我之前去過加拿大 參加夏令營 它雖然對我沒有很大的學術上的幫助 但是當時有講到 它對我來說有 提呼灌頂的作用 那這個提呼灌頂其實講的就是 開口說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寫作跟理解 也都是語言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以溝通上來說 能夠理解對方之後 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其實也是語言很重要的功能 後面也會講到像說 口音啊或腔調這些東西 在真實使用的scenario裡面 到底重不重要 就會告訴大家一些 我從台灣的環境來到英國之後 我個人的一些體悟這樣子 首先第一個方法就是英文歌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歡的曲風 你可以從你自己喜歡的曲風開始去下手 英文歌要怎麼拿來運用在英文口 所以練習當中有兩個方法 第一種方式就是 你也不要去管他歌詞 你就是照著哼 就像是 今天我都不知道周杰倫的歌詞好了 但是我知道他的哪幾首歌 大概怎麼哼 那你就是照著哼 大概你多聽幾次 就大概可以照著唱 所以第一個方式就是 不去特別想歌詞 第二種方式就是 有意識的看著歌詞學習 你就可以編輯不同單字的念法 就像我不會韓文 但是我看得懂韓文40年 那我就可以照著他上面的事情 這樣子唱他的歌詞 但是我就算唱出來 我也不太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就算是這樣 我還是可以練習到我口說 那英文歌詞是一樣的 我覺得能夠照著直接拼出來 念出來的語言 都還算是相對比較好練口說的 如果你還想要再從英文歌這件事情 榨取一個學習元素的話 我覺得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你可以去看看他們英文歌詞裡面寫的句型啊 或說他們用的文法等等的 當然 因為畢竟它是歌詞 它不是 所以它當然裡面會多多少少有一些像說文法不正確 或是句型不正確的地方 但是撇除考試以外 其實套用在日常生活的口說對話當中是很足夠的 畢竟日常的英文對話當中最重要的 有時候不見得是正確性而是可溝通性嘛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覺得 饒舌其實也是很好學習素材 因為就覺得類似中文繞口令嘛 就是它會用很多不同單字然後很快速的方式 它就會強迫你去練習你的咬字 你就必須要練得更清楚嘛 欸 當然也是有一些像Mumble Rapper那些 比較不強調的咬字就 對就另當別人 英文歌的話我覺得其實 迪士尼的歌也都不錯 因為他們歌都相對簡單 他們畢竟比較大狀化 大家都 所有年齡層都可以看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的歌詞都回到特別難 所以我就可以先照著他們的歌詞去念念看 因為 畢竟他們的旋律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嘛 大家童年一定都聽過 看著英文歌詞念或許也會比較快可以上手 除了聽英文歌之外 這邊就到第二個方法了 就像我上一支自學影片講的那種方式 如果你想要更貼近生活上 可能會用到英文的話 就可以看英文影片 用影片練習口說方式其實就蠻直觀的 我會仔細聽了那段影片之後呢 我就會直接按暫停 在心裡面默念一遍他們的句子 因為其實我會有點害怕被人家聽到 我在學影片裡面的人講話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很大方的話 或房間裡面只有你一個人的話 你也可以就直接用影片的元素 然後跟著影片裡面的人的tone調念一遍 像說今天你如果在聽英文口音的人 你就試著用他們的口音念看 美式口音或是奧式口音 或是什麼口音隨便 你希望你喜歡的那個口音 你就直接按暫停 然後跟著他們的方式念一遍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練那個舌頭的靈活度 然後你就會更習慣說 用這個口音念的時候 你的口腔要怎樣運用 但一開始透過看影片學英文的時候 可能很難馬上就抓到學習的方式 或是看完就忘了 這時候 Voice2Hero 就可以很快的幫你整理好學習的重點 並且生成題目讓你可以馬上學習 還可以透過智慧複習來練習比較難的題目 Voice2Hero的好處是他會直接幫你挑好影片 可以讓你馬上學習 你也不用想太多 他的操作上其實都還蠻直覺式的 我個人試過之後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他幫你挑的影片 他會不只是一種腔調 像我自己被挑的影片 裡面有英國腔 然後也會有澳洲腔 他們的影片挑選上面 口音跟主題都是很多元化的 影片難度可以按照你的程度選擇 他每個影片都幫你標好說 你的難度大概在哪個地方 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程度大概在哪裡的話 也可以透過Voice2Hero去測你的程度 他們影片都是直接幫你上的英文字幕 就是整個方便 然後你看完之後就可以馬上開始做題目 所以就是等於你看完之後 可以馬上當下學習 你也可以選擇你要完整版 或是精簡版的讀 每個人可能分配給英文學習時間就不太一樣 如果今天是上班族 或是你是學生 你有其他事情要Focus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播那麼多時間在英文學習上面 如果精簡版 他就是會把時間縮短 可能會比較適合那些 他的學習整體就是圍繞著影片 那他不只像說聽力呀 詞彙跟句型之外呢 很棒的一個feature是說 他會有可以讓你練習口說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在那個網站上面打開麥克風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唱 呃不是開始唱 唱歌 就可以開始 開始練習的英文口說 他會跟你反饋說哪邊可以再加強 完整學完一個影片之後才能再學下一個 我覺得這個機制很棒 因為就不會讓人覺得很overwhelming 這次主要會接Voicetube 其實因為我發現他們的 學英文的理念跟我滿像的 就是靠看影片學英文 只是他們更系統化的在規劃學習內容 可以讓你更好的reinforce你剛剛看過的東西 那Voicetube hero除了適合自學之外呢 你還可以一對一和老師約時間 而且雙十一限時七五者 再加碼原本一個月十六堂變成無限 就等於是說你每天只需要花十六元 就有無限堂的英文會可以上 而且你也不需要自己找內容找很久 昔日起到11月30日結帳輸入L-E-T-I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就可以想Hero全佔七五者 活動連結我放在下面資訊欄 如果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去看看 再來練習口說第三個方法 其實是因為我最近跨一萬訂閱 所以我就想說 先讓大家留些QA問題之後開個QA問答 就有觀眾在我的Instagram那邊問 我就想說既然是跟英文學習有關 我就可以拉過來這個影片這邊 所以對如果大家對我個人有什麼想問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好像也沒有曝露過太多我的基本資訊 如果有想問的問題都可以問 到時候一萬QA就會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是英國留學或英文學習相關問題也可以問 我可能就會放在其他的影片裡面 也有可能放在問答裡面 所以就看大家想問什麼盡量問 這部影片下面也可以問這樣 回答觀眾說的問題 他問的問題就是 如果常常沒有辦法 把頭腦當中想的中文翻成英文 要怎麼樣跨過這個瓶頸 這個問題的根本認為有兩個可能性 那這兩個可能性的解決方式就不一樣 那第一個的話可能是詞彙量不夠 那如果詞彙量不夠的話 就可以透過我剛剛前面講的那種 像說英文歌詞啊 然後英文電影、英文影片 英文書籍這些 英文書籍是上一支影片 來學習這樣子 然後充實自己的詞彙量 這個就相對直觀一點 第二個可能性可能是 我之前剛來英國的時候我也有這個問題 那我後來個人的解決方式就是 我直接把它拆成兩種不同思考方式 當然英文腦中文腦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scientificly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這邊只是拿來當作比喻 那我就是把它分成英文腦跟中文腦 就是英文就是英文腦中文就是中文腦 那這件事情呢就像是 今天假設 我要拿什麼東西 好 假設 喔對我最近換手機殼了 你還記得我上次 上一支影片在講說 我手機殼一直暴力 手機殼已經快爛掉了 就是每次 然後這支手機掉到地上 它就是這樣子然後散落在各地 對我就很下心 花重本買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照到我的 這好像太乾淨了 怎麼會照到不好的東西 我的很亂的衣服 這邊應該沒什麼東西可以看 假設今天這個是一個蘋果好了 剛好它確實是蘋果 如果是原本直翻的方式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它之後 你先判斷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蘋果 然後你才把它翻成英文 Apple 如果是分開的方式 就是你看到它 你就直接判斷它就是Apple 我覺得這個差別 至少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是有效的 如果今天套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話 因為像說我們今天在閱讀的時候啊 或是我們在想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選一個語言在想 像我現在在 隨便拿個東西 好假設這個水無好了 看到它上面寫Lululemon 那我是不是照著念的時候 我腦袋裡面出現的是英文 像剛剛那種閱讀的時候 你是不是腦袋裡面 就會有一個聲音在附送 或是想事情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想一想 我發現 嗯 我作業都還沒開始做 我下個月有兩個daylight 這是真的 我覺得很焦慮 像我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也會選一個語言去想嘛 如果換成另外一個語言呢 像說在口說前 就可以先練習說 把腦子裡面想的那個語言改成英文 以英文為出發點去想 就算詞彙量沒有多到 可以每次都找到 非常 accurate 的詞去形容也沒關係 你一定會找到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表達嘛 就像是說 今天你去查某個字的 英文詞點意思 像說 嗯 insufficient好了 這個字有字首跟字尾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長嘛 好像很多個英文字母的感覺 然後好像很複雜 但是你如果今天去查 它的意思 上面其實就是寫 Not enough 然後 inadequate這樣 講一個很簡單的 This is insufficient 那這個句子就可以直接換成 This is not enough 所以有時候我就不用想得這麼複雜 我就可以先從 簡單的一些單字去 開始練習 隨著你的詞彙量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越來越容易去找到一些 可以更精準表達你意思的單字 但是我覺得剛開始的話 從不敢講到開始講 我就可以先從這件事情開始練習 以上就是三個我覺得 練習口術很棒的方法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 真正不敢開口開始講英文 很多是因為 對於自己的口音啊 腔調不自信 或是很怕犯文法錯 這些等等的因素 我其實對於這件事情 我個人很深的題目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畢竟也是在台灣長大 我覺得 大家好像很容易吧 像說腔調分成二元化的 就是英國腔跟美國腔 那頂多再多給你一個 頂多一個澳洲腔 所以頂多就這三個 大家對於這些腔調 有他既有的印象 環境上來說 好像也特別容易 就是會對於 別人的口音腔調比較peaky一點點 說欸 你好像口音比較台啊 然後會說 你剛剛講這個文法有錯 就大家會下意識就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是英文不好 可是如果大家今天聽到 假設說你學測滿積分 或說你今天多億金色證書 你就會覺得 欸 這英文是不錯 這個環境其實會讓人很 幫手幫腳 因為你會很怕開口說 很怕你會犯錯 就會看起來好像你英文很憋腳 那還倒不如 你就只關心你 考試有沒有考好就好了 反正我只要考試考好 我看起來英文就好了 從那樣的環境出來到英國之後 我才發現 口音跟流利是兩回事 還有口音根本就不太好 因為像我們學校 我們就是有像印度籍老師啊 希臘籍的老師啊 或是說韓國籍老師也有 這些老師都有自己的口音 那他們有時候講話的文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確 可是真的有人在乎嗎 他們在台上教這些英國學生的時候 或教像我也是國際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還是聽得懂 根本不用說英國人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那種很posh的英國腔 比較stereotype 會想到的就是像 英國皇室講的那些腔調 但我來到英國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真正的英國腔是包山包海的 英國腔不是指徐宣 這個很posh的腔調而已 真正的英國腔是很多不一樣的腔調 我在research說我要讀哪間大學的時候 我research到一間大學 叫做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利物浦就是英國的某個地方 反正我那時候就聽到某個學士 就是在講他的experience這樣子 我後來才發現哇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聽不懂這是英文 我真的想說這是 這是不是別的語言 Fuck and belted that you know That was Scouts just fucked up performance 他的那個痛調就是整個 聽起來不像英文 就是很像別的語言這樣 對 而且他們甚至有一個自己的名字 利物浦人的英文腔調就叫做 Scouts 不一樣的英國腔這樣 那 有 口令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我現在在博明堂讀書嘛 那如果有看過我第一年影片的人 那個素色Room tour那個影片的人 就可能有聽到我說過 我是有就是 四個英國人 一個法國人 然後叫做我也台灣人嘛 那四個英國人其實 準確來說是一個愛爾蘭 跟三個人 英格蘭人 我第一年室友有一個人是 北愛爾蘭人 如果硬要算的話 北愛爾蘭也算是大英帝國的 其中一個地方嘛 他們有很多自己的禮語 而且我必須要說 你第一次跟他對話的時候 你真的會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大英帝國裡面 有英格蘭嘛 然後蘇格蘭 愛爾蘭 北愛爾蘭 然後還有 威爾斯嘛 威爾斯 我之前有遇過威爾斯人 但是我覺得他們英國腔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 讓人覺得聽不懂的地方 像蘇格蘭腔也是很特別 也是跟 就是印象中那個英國腔 聽起來也是不一樣的 甚至 我現在住在博明函 博明函人也有自己的腔調 叫做Brummy 我也有同學是 也是博明函人 可是我其實不覺得他們腔調我特別重 我覺得還好 總之我要說就是 英國每個地方的人 講的英國腔 根本跟我們印象中 那個英國腔也都不一樣 有時候他們自己人 都不一定聽到他們自己人的腔調 就根本不用說 我們是非母語人士 我覺得當然 每個人都有自己嚮往的口音 像是我自己就對英國腔很喜歡 那也是我來英國其中的原因嘛 但我自己從小學到 還是偏美式的發音 畢竟我在台灣長大 所以久而久之 這兩個東西 對我來說有點像混在一起 那要我定義我自己是什麼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嘛 有時候我覺得 可以理解對方可以溝通 其實比定義強調還要重要得多 我自己剛來英國的時候 我也很怕犯錯 跟母語人士溝通的時候 尤其我就會 會先在腦袋裡面幫自己 改一次作業啊 然後就是會很怕文法講錯 只要對方好像有點 好像聽不懂的感覺 我就覺得 欸是不是我講得不夠好 就是每一次說之前 都要想很久 後來呢我就在觀察 那些講得很流利 溝通很順暢的人 的一些習慣 不管是母語人士 還是非母語人士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大家都會有文法錯的時候 我講真的在communication間 也不會有人在乎 可以溝通就好了 對包含母語人士也會有文法錯的時候 就像我們講中文 有時候我們的文法 也是會對調嘛 可能跟外國人學中文的那些 課本上的文法也是不一樣的 那真的很重要嗎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也很愛 亂倒裝中文 所以只要聽得懂應該就都好了 我這邊舉一個 潘娜第一年有一個義大利室友 他講英文就是義大利腔調非常重 就是他雖然講的是英文 但是你只要聽他講 就知道他是義大利人 那他也沒在管文法的 但是呢 他英國朋友很多 而且他很融入當地 甚至他還可以跟我們英國室友 用英文辯論 我想說的就是其實英文口說撇除考試之外 我覺得敢講這件事情 比文法啊 腔調這件事情都還要重要很多 如果這都還沒說服你的話 我可以講一個我以前國中的一個故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只要在學文法 甚至記得很 我們那時候還在學現在完成式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老師就會講一些 像說公式啊 像說這件事情要怎麼用 然後那時候就是搞沒有很懂 覺得 怎麼那麼複雜 那種感覺 沒有辦法很能夠get到 說到底是怎麼樣的規則這樣 反正後來有一天 我又忘記原本在讀什麼 老師就突然對著我說 欸 你這個英文根本就是 新加坡英文嘛 就是 中文直接直翻的那種英文 我老實說 我當下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因為 我也沒去過新加坡 所以我也幫他講 新加坡英文是什麼 你對著一個花蓮小孩說 你的英文是新加坡英文 我根本不知道新加坡英文是什麼意思啊 但是當下他的上下文呢 他的語境呢 還有他的語氣 聽起來讓我感覺是便宜啦 我聽起來是他是想要說我不好的感覺 這邊先暫停 因為我來到英國之後呢 我真正認識了新加坡人 那我才發現呢 新加坡英文其實是很有趣的 1.他們是我聽過我覺得最有效率的英文 講話也沒在迂迴的 就直接啪啪啪就結束了 他們溝通上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很有效率 我等一下可以找潘濤來示範 因為他是在新加坡長大 所以他英文學習也是在新加坡 所以他的強調是新加坡 所以我等一下叫他來示範一下 所謂新加坡強調是怎麼樣 再來第二 真正了解新加坡的英文之後 我覺得他們那邊是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 然後加上他們人口很多元化 所以他們的語言使用上其實是融合了 中文、英文、馬來文、Hokken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語言使用上面習慣可能不一樣啊 我覺得用一個刻板印象 來形容一個國家的人民所用的語言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點狹隘啦 當然 聽起來這樣好像 我都是批評那個老師 好像我 好像我自己很高尚 好像我道德很高尚 就也不是 我幹嘛我真的拉起來 也不是那個意思啦 我真的不是要批評那個老師 然後好像顯得我自己很清高什麼的 也不是 就只是 我個人認為 就算有別人對你的口音或腔調 有這樣的解讀 其實 有時候也真的 不是太重要 因為 我現在再過這幾年之後 我有了這些 我真正認識的新加坡人 然後我真正來到英國這個 全英文式的 全英文的 瓜哥 不好意思 對 大家Time out一下我喝個水 就是我來到這個全英文的環境之後呢 就是當年他對我講這些話 真的很重要嘛 就算別人對你的英文口音會強調 在便宜的在形容的時候 會怎麼樣嗎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啊 我覺得腔調有時候真的就是會被影響 其實也取決於當下在什麼樣的環境 聽什麼樣的東西 就像我現在雖然人在英國 但是 我可能都在家 然後我都在看YouTube 然後我看的YouTuber 都像我之前自學影片那支 推薦的那些YouTuber 可能都是美國或是加拿大的 所以 我有時候也會被他們影響 那我覺得 禮語可能都是他們那邊的 或是說我用的一些詞 我的pronunciation 會有些會有點像那邊的 真的有關係嗎 其實真的也沒關係 因為真的沒人在哄 希望我以上自己的經驗可以 就是讓大家 對於 開口說英文這件事情 不要這麼害怕 對 所以我只想說今天撇出考試 當然像說那種雅思的就是另當別論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我之前雅思那部影片 我講得非常詳細 單只是想要講出口能夠溝通的話 我就可以按照我上面講的那種方式 先試試看 起碼我們先開始講了之後 我覺得口音跟文法強調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再調的 都是可以後續再 improve 的 不用現在就馬上覺得 一定要很完美的我才要講 因為你要先講 才會慢慢完美 對不對 最後呢就是很感謝Voicetube 這次贊助我們的影片 除了Voicetube Hero 我自己也有去看一下他們的官網 那Voicetube的官網 其實就有點像Youtube的感覺 只是他們把英文學習的元素放得更大 學習起來也更方便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去他們的官網玩玩看 上面連我之前說很推薦的那種脫口秀的內容也會有 我看到居民有一樣 所以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那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需要更多像英文自學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之前那支影片 我之後有機會會再拍一支影片 介紹我學習英文時候常用的app 輔助大家學習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之後也會拍更多像說分享一下經驗 說怎麼學習英文會比較好 或者說 寫英國留學或是歐洲旅遊 然後我也常常會拍 就把這支影片分享給需要的人 順便有超會聽超會讀 然後超會寫超強 但是講不出口的人 也可以分享出去讓他們參考一下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看你好像在唱歌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欸!機場Blog還沒剪出來 所以下一支 可能是英文的app的介紹 也有可能是機場影片 所以就大概就這樣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五十六 所有的火車全部都取消掉 一直到我們到洪林海 我們會花大概三十一個小時 他問我去度假嗎 我是不會度假 我們兩點就到台北了 我們就是未來我們最有一個 就是等你就是這一個 就是等你 就是最後一個等你 對我跟你講 這個衣服真的 我在日本買 這衣服很像那個 你不覺得嗎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Bridgerton的話 那種很像那種 中國那種 英國貴族公爵男性的師服的感覺 他們都秀著會帶很砰砰的 就好了 剛剛說我來講 我會不會把這個衣服 我來講 我來講